來看到這什麼怪天氣呢 冷氣團威力是減弱了 天氣逐漸的回溫 今天週休假日好天氣出遊 到了下禮拜一 最高溫居然是可以上看28度 但是到了禮拜三 又有封面報導 跟冷氣團南下 到時候溜滑梯的氣溫 就會降到12度左右 這天氣是忽冷忽熱的 民眾穿衣服 可要多掌握一下天氣的狀況 梅林櫻花綻放枝頭 掉落了櫻花 遊客還能鋪成愛心形狀 感受情人節浪漫雨溫 現在正值海域花季 民眾不怕動 因為全副武裝 羽絨外套圍巾 加上帽子上身 下雨下很多天啊 今天天氣有點回暖 所以出來走一走這樣啊 白天最低溫在新竹 中部以北13度 南部17度 下午天氣變好變暖 北部東北部來到17到19度 中南部21度 受到冷氣團威力減弱影響 氣溫也會逐漸回升 比較暖的空氣會 南會北上影響到台灣 加上有時候 可能天氣有比較晴朗的話 全台各地的高溫 可能一下子又會回升到 比較溫暖的狀態哦 天氣忽冷忽熱 民眾感受明顯 來看看最近一周天氣 周休假日兩天 氣溫維持在20度以下 星期一 全台多雲道晴好天氣 最高溫 渴望飆高到28度左右 周三有封面通過 加上強烈大陸冷氣團南下 氣溫又要溜滑梯 下降到12度 這樣子冷熱的變化 其實在季節上看起來 是算是正常的現象 即將局表示 2005年2月份 台中也出現過一次30度高溫 5天後溫度驟降到9度 這一差就差了21度更加明顯 但這是屬於正常季節交替 到了2、3月 這樣忽冷忽熱天氣 替換得更頻繁 提醒民眾穿衣服 多掌握天氣狀況 免得感冒 藉著張哲如周遇的台北採訪報導